1月15日周一,我们做一个A股的盘前分析 上周指数走的继续是下跌 不过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你举于说,主要的跌幅集中在上周一 那么后四天,你举上证指数 基本是盘整了四天 而且这地方日线的动画还在 所以说后面呢,本周重点要观察是 能不能形成日线的低点结构 这才是关键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指数 深层指呢,这个日线的动画还在 并且呢,大家要注意的是 周四它出现了一颗阳线 实际呢,这个周四它是向上拐头的 你包括篡一晚呢 篡一晚更危险 篡一晚现在的日线的低点结构实际还在的 那么如果篡一晚的老赛道继续向上发力的话 还是这个地方呢 还是有可能向上直接攻击的篡一晚 你讲是这个上阵五零指数 基本是盘整四天 实际它的主要跌幅集中在上周一 这个科创满五零指数也不是说一点希望也没有啊 本周呢 我们一会再来说板块 本周重点要观察就是这个地方 它能不能今天上涨的形成一个多方号啊 当然了周末的消息呢 没啥消息得说啊 看看今天怎么走了啊 我们不用去管这些事情了 关键我们这个地方怎么走 我们去怎么去应对就完了 看一看重点说两个板块 我们先来看几个上涨的 第一个看一下这个建材 这个建材呢肯定在这个 大家注意这地方是创新低的 那么呢就很明显这种走势是不是啊 那么它占上了二零线连续反弹 大家注意是四天啊 是四天的连续反弹 面临着这个颈线位的突破 所以说呢 我们观望一下看看能不能突破 突破之后有效回踩之后呢 这个地方底部结构形成了 我看一下建材当中的内部的个股啊 分歧还是比较大 这个板块延持续性不一定太好 我们说今天呢 重点要说说这个电力板块啊 电力板块呢 在上周五大多数板块回落的情况下 大家看一看啊 他看看他的份试 电力呢并没有出现回落 而且它是一直是上工的 所以说呢 理应呢引起我们的重视啊 这个是电力 绿色电力呢跟电力差不多是不是 这个形态也是可以的 再来呢就是这个银行 银行呢也是一个小幅盘整之后 他都有点平台突破的意思 前面呢就到这了 那么银行呢它是最近在一直是震荡的爬升 是不是震荡的爬升 这种走势呢 我们首先给它按照反弹来去对待啊 那么这里面呢很显然就是以这个最后的这颗阳线作为防守就可以了啊 如果你要还是有利润的话啊 大家看看这个养殖呢和农业走的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大家看它这地方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也就是它这个就是个超跌反弹啊 超跌反弹啊 跌完之后至于它从假设要形成上涨趋势的话 那么这个低点首先得去再一冲 你看周五呢有一个下冲回落的这么个动作啊 打到20线之后我估计这里会需要一个整顾 然后去这个低点啊 按理来说这种低月实际周四那天呢是有 我在直播间说了它是有上车信号的啊 但是你是按照小周期做啊 小周期你想说你给它切换成30分钟走势度啊 很显然这种东西 要么你选择 因为它在前期呢 大家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大阴线 大阴线看起来这个压力还是有的 你看在这做盘整了 那么很显然 那么这个30分钟 这个最后那个阳线就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阳线还在的话还好 它不在的话呢 那你就要注意一点一些风险 否则的话你看 它这回落之后吧 可能会想向上再冲一冲 这种可能性也不小 但你要一定要注意这颗阳线的防守 至于煤炭呢 前面走的是一直不错 现在也是多头走势啊 也是多头走势 但是不过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盘整 没有结束的一个走势啊 多少还是要注意点 另外大家啊 要重点要看的科技板块 今天能不能形成多方炮 你举例说我们说这个游戏啊 假如今天再来一颗阳线 那就是第一位的多方炮走势 那多方炮走势 那就是不是可以期待的 我们看一看 容易形成多方炮走势的 有哪些板块 有些游戏 然后呢 科创芯片 这样初心第一的就不行了 是吧 它初心第一的呢 就不容易形成这个多方炮走势 它呢 原计算就有可能形成 但是大家注意啊 那周四这个阳线就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周五的回撤的力度还是比较大 这都要形成多方炮走势呢 那很显然 那么这个地方呢 那可以判断是暂时见底了 对吧 传媒 通讯 大数据 像芯片就不是 因为芯片它周五的下跌 已经把这个阳线给吃掉了 我们要重点关注那些呢 阳线还尚在的 也就是说第一位的那个阳线在 它今天再来一颗阳线 那就有可能形成多方炮 所以说今天呢 现在这个情况上看啊 还是有关注的方向 本周啊 另外呢 我们发现呢 创业板有一些新能源啊 锂矿啊 能源金属啊 这个方向是不是老赛道走的 还是偏强的 包括我们说这个有色金属 跟稀有金属 当然了 它也是那个当 这个当中的跟创业板哪 赛道有密切的关系啊 这些品种呢 走势的都是相对的可以啊 相对可以 大家可以关注关注这些板块啊 那么好了 更多的呢 我们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看盘 谢谢大家 我们一会儿见